三十年间他总是定时接到神秘汇款 他始终在寻找好心人的下落 他想报恩却总是无能为力 好心人住人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秘密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 谁是神秘的好心人 李树源是天津市和平区人 由于身有残疾 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家里 在他心里有一个谜始终解不开 这令他寝食难安 我说杨哥 我说你说您这亲亲 找个机会见个面 我说我得当面感谢人家一下 原来从1995年开始 李树源每个月都能准时收到十至二十元的汇款 后来每月能收到五十元到一百元 而这个汇款人却从来不愿意露面 他是老想知道这个事 老想知道也不知道 他是到处打听啊 然而这个谜伴随着夫妻俩多年 却一直没能解开 李树源是小区里的贫困户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天津市的平均工资也只有四百多块钱 1995年的五十块钱 对于李树源两口子来说呢 是一笔大钱 这笔钱呢 每月到点啊 准时会寄过来 这钱李树源一直是拿了近十年的时间 他愣是没见到过对方的面 虽然给钱的人明确说 这钱是无偿捐助给李树源的 但是他总是觉得自己平白受人恩惠 却连说声谢谢的机会都没有 心里一直觉得不是个滋味 所以呢 李树源就一直想查清楚 这笔钱到底是谁给的 李树源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 由于自幼身体残疾一直没有工作 一家六口 住在一间八平米左右的平房里 艰难度日 这就是民间说的 一间五的半间房 一间五的半间房 而且冻点单单一个炉子 这好 一会儿就想 住院他们家 孩子胳膊病也多 老爹赚那俩公子也不够的话的 就捡白菜棒子煮 煮白菜割烟就这样 兄弟姐妹陆续结婚后 李树源随父母和年迈的奶奶 仍然住在这间平房里 一家四口靠父母微薄的退休金 过着艰难的生活 这个人虽然是个残疾人 以为下肾是动不了 但是很耗墙 也耗面子 从来对自己的这种状况 不对外人讲 这个人太耿直了 就怕别人通情他 帮他 他还不接受 挺耿直的 他就是我有困难 我不能让人家增加 给人家增加负担 1995年的某一天 李树源所在小区的管片民警 杨军突然找到了他 杨军告诉李树源 自己有一个亲戚是经商的 每月愿意捐助李树源一些钱 小区里的居民都知道 李树源轻易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 更别说是一个陌生人的帮助 后来李树源接到过一次 那位捐助人的电话 他才勉强同意接受这份捐助 这个人的不好意思要人家这钱 后来杨军就死这白烈的 找了我多少次 找到飞上说 你呀那个妈妈 说人家真信实疑的 说你得来个 你上银行开一个账户去 通过这个账户给你转一下 此后李树源每个月都能收到一笔钱 这笔钱虽然数额不大 但对于这个贫困之家来说 显得弥足珍贵 我这都穷了 本人都算是也是好的了 别说这十块 但这件事在李树源心中 却迟迟放不下 他总是想知道 给自己帮助的这个人 到底是谁 虽然见面的要求被杨军拒绝了 但李树源却开始仔细研究贵款单上的细节 他发现贵款人的落款 写的是杨一鸣这个名字 李树源从来不认识一个叫杨一鸣的人 他心里一直觉得 这个人很可能是民警杨军 我问过他 他说不是不是 他始终就告我不是 李树源仍然想不通 不是他 到底会是谁呢 有一天李树源接到了一个电话 来电话的人自称是杨一鸣 从此以后 李树源不再怀疑民警杨军 而相信杨一鸣却有其人 但他希望有机会仍然见一见这位 对自己雪中送炭的好心人 2009年秋天 李树源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竟然提到了他 更让他吃惊的是 这篇文章还揭开了一个秘密 原来这篇报纸刊登的正是民警杨军 匿名帮助贫困群众的事迹 一位和自己非亲非故的民警 整整14年的时间 隐姓埋名的帮助自己 李树源看完报纸之后 这心里是感慨万千呀 说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会问 杨军不是一直默默无闻的做好事吗 怎么突然之间又高调的上了报纸了呢 我们啊 这个整个分局 谁谁也不知道 包括他这个多年的战友 包括我们队里这些亲密的同事 谁也不知道 这个事披露出来也很意外 杨军的同事说 一次杨军去邮局汇款 恰好遇到了一位同学 交谈中 同学了解到了杨军匿名帮助别人的事迹 在这之后一名记者多次联系杨军希望能报道这件事情 但都被杨军婉言谢绝了 然后呢 然后呢这个记者呢也带着怀疑的态度来我们分局进行核实 这个政治处呢带着这个记者同事呢到我们队里来跟杨军核实 杨军才把这事情说出来 就这样 民警杨军帮助李树源的事情登上了报纸 其实杨军开始帮助李树源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87年 只是这一切都是瞒着李树源做的 当时李树源家作为小区的困难户一直受到居委会的关注 当时杨军是刚刚到岗的管片民警 李树源家的情况很快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们是一个霸平民小屋 打一个阁楼 在阁楼里面呢 有一个小房座 我没想到这家 他那个白菜并不是埋的那种白菜 都自货厂那种二棒的 都那种 煮捞出来蘸酱油吃 杨军立即自己花钱买来米 面 蔬菜 送到了李树源家 但他知道 这些对于李树源一家来说 不过是杯水车薪 随后他找到了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商量 怎样能更好地帮助李树源一家 巡逻不有钱吗 我这大娘能不能少拿点 少拿一块两块的给凑点钱 每月给他弄个十块二十的棒棒他 居委会的大妈们同意了杨军的提议 但考虑到李树源的个性 大家觉得 实话实说的直接给他 李树源有可能不接受 知道他那种性格 就尽量挥避这事 就这样 质保主任以居委会发放困难补助的名义 每月给李树源家 送去十元至二十元钱 就是咱们歌曲里不是唱吗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来的力量 我说照到我身上我就感觉 暖洋洋的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居委会巡逻的经费被取消了 李树源家的困难补助 一下子就没了着落 考虑到李树源的个性 杨军仍然是以居委会发放困难补助的名义 来帮助他 但他就得下去嘱咐 可千万别说这事啊 民警杨军看准了李树源自尊心强的性格 他按下决心一定不能让他知道是谁帮了他 他是比较个性那么个人 并不是说你给骂他都要了 不是那么种人 所以我就想完全一点 让他能解受的情况下 能帮他 让他得体一些 1995年杨军由于工作调动 离开了李树源所在的社区 居委会的人因为年岁大了 都陆续换人了 也就没人再帮杨军给李树源送钱去了 后来我一说不行 从我公子里 那这已经挣一百多块钱了 一百出头了 一百二一百三吧 这意思 然后每月拿出来五十块钱给他 给他鸡 为了让李树源相信真的有人要给他捐款 杨军特地请自己的一位同学 给李树源打了一个电话 后来我跟那个 我一个发小同学还说 你给我坐一下 然后他拿着招工电话 打你打 证实一下 还确实有那么个事 他就相信了 从那时起 杨军化名杨一鸣 每月给李树源汇取资助款 直至今天从未见端 杨军最开始的工资每月也仅有七十多元钱 随着工资的增长 他给李树源汇钱的数额也在不断增加 从最开始的十块二十块到后来涨了多少钱 五十一百一百五二百三百到年纪的都给汇到五百 孩子上考上大学的时候 杨军给拿过来三千 我总说 这个绑人是一件好事情 我就为了给这个钱 我把燕寄了 我拿那么多钱 你想 我得给啥钱 我挣不到一百五千 没啥钱 假的也得问我 你钱都干嘛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杨军的爱人 竟然也是从报纸上知道这件事的 真是又替他高兴 心里也在想 为什么这事提前不跟我说一声呢 你说一声你那么忙 你忙不过来的时候 我还能帮你一下 你这么不信我吗 但是他能坚持这么多年 我也没想到 1991年李树源结婚了 几年后李树源的杨子到了上学的年龄 但孩子没有天津市户口 就无法在天津上学 当时杨军已经调离李树源所在小区的派出所 李树源特意准备了礼物去找杨军 我说 树源你的信仪我领着洞你拿走 你要是让我收这洞 我第一不是人 第二我吃了这洞 喝了这洞 就是骂野哥 老百姓天津花不得好死 你甭管了 你这户口甭管掉哪 一定得给你解决 我不解决 我就不是一个好民兴 解决了李树源的礼物后 杨军就开始帮李树源去跑各种手续 现在你办事你不送礼 你办得了 我帮你 还得玩玩 还来不及呢 你给我送这个 你这 这我能要吗 通过杨军的多方协调 不到一个月 李树源杨子的户口问题顺利解决了 你看我招呼杨哥杨哥的 实际他年龄比我小 但是在我的心目中 他就像一个自己的兄长一样 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以此李树源写了一封感谢信 来到了杨军的单位 想把感谢信亲自交到杨军单位领导的手里 正巧他在门口碰见了杨军 我树源往里赶紧走 我这个事情已经不都结束办完了吗 你高兴了我高兴了 高兴回家高兴了 这事我给你做什么 我本职工作 三十年来杨军的工作从派出所调到刑警支队 再从刑警支队调到经侦支队 但无论如何调动 李树源家大大小小的事情 还是会去找杨军 从办户口 孩子上学 申请连租房 以至孩子上大学没学费 都离不开杨军的帮助 再别说我干人的基本常常进行动 对不对 职业草草不高 你还贪什么职业 本事你就警察 你一看见困难人不保 有危难时你不上 那你就不是个警察 这是最基本的 杨军同志 他一心为民 扶若即困的高贵品质和人性光辉 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正能量 什么是大爱无奖 民警队伍中有这样的好同志 我们要为他点赞 更要向他看齐 向他学习 杨军帮助李树元 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点 就是他懂得如何去尊重和保护 受助者的尊严 而且他做好事 完全不图任何回报 杨军把自己这份细心和善良 化作长达三十年的默默奉献和付出 春风话雨 一点一滴的去帮助一个贫困家庭 滋润贫困群众的心灵 让这个贫寒的家庭虽然是宝经风雨 却平安度过生活中的高沟坎坎 这就是一位普通民警 在生活中实践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真正誓言的真实写照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为他点赞 我是徐俊 明天见